哈囉大家好 我是香菜 今天我要去訂製一個沙發 為什麼要用訂製的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有養貓 大家應該都知道貓貓就是沙發殺手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原本的沙發 第一點就是它對我來說其實有點太大了 就是有點佔空間 然後它其實也有點塌了 就是不太好做 我自己做久都會藥酸 再來你們看一下它這個材質 感覺得出來嗎? 這個質地 貓咪超愛抓 上面這兩層都是我自己去買的沙發套 就算裝了沙發草他們還是很愛抓 而且這種布沙發就是超級會黏貓 我之前都有說過我室友過敏很嚴重 這個就會很難清 然後如果是翻倒水啊飲料什麼的 就是直接升進去 其實我很早之前就已經問過房東說 我能不能換一張自己喜歡的沙發 然後房東也許可了 而且我也是想換一張白色的沙發 感覺就是拍照比較好看 但是就是一直沒有找到理想的 然後我自己也有運算限制 所以就一直沒有換這樣 不過最近呢我找到了一間 寶藏家具訂製廠商 就是寶藏家具 從沙發的材質 顏色大小高低 都是可以訂製的 而且他們的價格還是偏提價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要 直接去他們展示店 控罐還有試做 我真的覺得買沙發一定要試做 而且最好是去那種實體展示店 你親眼看到 摸到會比較準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出發吧 好我現在剛從捷運爐肉站的1號出口出來 然後我剛好看一下地圖 大概不到5分鐘就可以走到了 這個是沙發的裹面圖 他們這邊除了像是沙發之外啊 還有茶几衣櫃鞋櫃 化妝櫃都是可以訂製的 我超想要有一個化妝桌的 我如果有一個自己的家 我一定會設置一個漂亮的化妝桌 因為像它這種木頭的材質 顏色都是可以自己去做訂製的 這種衣櫃和明明的隔板 都是可以自己做選擇的 你看它這個花紋 感覺就是很好拍照啊 就放一個英文報紙 然後再放一杯咖啡 就可以拍一些彩妝品什麼的 天洋椅子 超可愛 他們也有一些穿桌椅 怎麼辦我也蠻想要買這樣椅子的 這樣椅子超好做的 它就是我理想中的拍照椅子 外面是木頭上面是皮疙的那種 而且它這個背靠很舒服 位置剛剛好也有支撐到 不過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沙發 所以我們還是先以它們的沙發為主 這個好像就是傳說中的毛抓布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這一款它的材質是 等級比較好的 女色列貓抓布 如果說家裡有男貓狗的話 其實還蠻適合這一款 賴薄 然後又幫瓜 對 因為它弄起來滑滑的 感覺就是貓沒有抓子 因為這樣滑掉 對 所以它抓的時候它沒有快感 就不愛抓 但它是防抓沒有卡 如果說它的爪子很利的話 還是有可能抓破的 所以貓抓布的原理就是 讓貓咪不愛抓 可是這個會不會很難清理啊 就什麼油要翻倒的 因為它畢竟是布類 不會啊 這個很好清理 因為它本身有看潑水 然後又有看污 假設有一點點小髒污 你可以用一般的肥皂水 或者是洗衣粉水也可以滴上去 去擦它 如果說你降油不小心打翻了 你趕快發現的話就是 那布 濕布或者是肥皂水 趕快擦一擦 所以平常保養也是 用布擦它就好了 對 或者是你可以用吸塵劑 然後它本身又有物理防蠻 所以這一款的話 它比較不容易引起過敏 我之前聽說過物理防蠻 它就是 它的那個密度值得很細 它會讓男仇沒有辦法通過 達到一個防蠻的效果 不過當然還是要自己清潔啦 可是因為我室友 它其實過敏很嚴重 所以它真的比較怕這種 摸起來貓肉的材質 如果你真的就是比較怕這種材質的話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材質 是貓抓皮 這個就是貓抓皮材質 這個感覺就更好清理 它摸起來是那種 皮革的觸感 所以它的原理也是貓咪好愛抓 而且這個的話 它的化磨沙力又更好一點 很多顏色可以選擇 耐磨 然後一支的又 火水 我一直想用一個白色的沙發 這個 因為白色很容易這樣嘛 但是這個因為它很好聽 不然這個就是 我最理想的沙發材質耶 而且這個其實在外面 一般的那種家具行很難找到 我剛看到他們店內 這種貓抓骨跟貓抓皮又分成很多種 來這邊啊 你就是可以先去試做各個沙發 再去跟他們訂製你想要的大小顏色材質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先去做做看各個不同的沙發 我覺得他們店裡有很多蠻特別的設計 像這個沙發 它就是下面這個腰靠 跟上面這個可以對調 涼涼的很舒服 這個沙發做起來是有涼涼的感覺 那這一款的話它是涼感機能布 如果夏天開冷氣的話 會再加強它的降溫效果 他們這個涼感機能布也是 耐磨防潑水 而且不容易起毛球 這個也直接插起來洗的 而且你看它蠻有這個SGS的認證 像這一塊它是瞬間涼感 這塊也是有通過SGS瞬間涼感位置 因為它有一定的標準 欸瞬間涼感好像比這個還要冷 對對對 降溫效果會比一般的還要再快一點 然後它的耐磨度跟防潑水也有在升級 摸起來會比一般涼感的還要更柔滑一點 好我終於找到一張我最喜歡的沙發了 就是這一張 我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它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 因為我之前有打牌的時候 我去弄傷害傷到腰 所以我其實不喜歡那種太軟的沙發 我不太喜歡那種有支撐力的 做起來Q彈一點 尤其是腰這邊 一定要有一個支撐 這樣才會好做 不然做久其實都會腰痠 這張沙發就是我覺得最剛好的 而且它又是可以換那種超髮型 就給別人自己的 這個是他們訂製沙發的流程 我想要剛才還蠻髒 那尺寸的話你是要兩人做的 兩人做大概是多長 長度的話是162公分 它是標準尺寸 那如果說你想要訂做成自己想要的尺寸也可以 所以它的高低是可以調整的嗎 沙發腳的話可以換腳 因為有些人會想要找地機器人可以通過 像是地製的沙發 通常是大家要等多久 大約兩周 這邊有一些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可以幫我看一下 OK的話就幫我簽個名就可以了 我進完沙發了 我跟你們說 他們現在有一個全館汽車的活動 超級划算 而且他們之後好像也會推出一些活動 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他們的官網 其實在來之前 我有逛過其他家具店啊 然後也有去做過別家的沙發 我真的覺得這邊的品質蠻好的 然後我原本以為像這種 訂製沙發 尤其我還選皮的 會很貴 但是他們這邊真的算是平價的 跟我之前自己上網查的價格 大概差的快要一倍吧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訂製家具的需求 真的可以參考這一家 好 現在距離我訂沙發呢 大概過了兩個多禮拜 我的新沙發送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沙發實體真的超美 連電影員看到都說 他也想要訂一個 而且他們家的沙發做起來 是真的有支撐性的 真的很好做 我個人是真的非常喜歡這張沙發 我想要推薦給我所有的親朋好友 你要親的話也是把它黏一黏 或是用吸塵器吸一吸 用抹不拆它就好了 它的毛就不會卡在那種布的纖維裡面 導致過敏很難清 這張沙發來之後 我真是超級容易滿意 比如我們家最愛抓沙發的鯭魚 這幾天也是對它心事缺 你知道它就抓兩下 然後就沒興趣就不抓了 我真的是要讚爆這個沙發 我真的太喜歡它了 經過這次的購物體驗 我之後也會非常想要買他們家其他的東西 尤其是可以訂製成自己喜歡的這點 我覺得非常棒 品質又好又評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